同兄弟们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奉主一名开始吹奋第一日的崇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报人啊 你们要赞美 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我们唱诗 生命成诗 赞美救主 我们请你新闻姐妹 帮你领诗 听到的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诗 赞美救主 中文字幕志愿 爱情 祝福 神不可恍惚 血色真面目 恍惚 能力占領 同歸主聖靈 高度我能 耶穌寶祂笑容 赞一光飞 终于来报复养 赞美 赞美 全让他无被离开 赞美 赞美 终于来报复养 赞美 终于来报复养 为我重吹 守护老师心脏 我们团现 永远都安静待看望 恨好 贪复 耶稣莹悲脏 赞美 终于来报复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过去 耶稣叫去 全天敬佛命运运 天堂为我 心祈祷在祈祷 基督开来 当世上天波动 共有全面 永远我去耶稣 赞美 赞美 全天堂为我 心祈祷 赞美 赞美 可全天堂安安 请坐 请坐 请大家低头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此时此刻 躺开心灵 在你面前 用一个谦卑的心向你祷告 你在创造宇宙的全能主宰 朱天述说你的荣耀 穷仓全量你的作为 我们赞美你 创造了这个美丽而且奇妙的宇宙 同星神的闪射 到大地的景色 都显现出你的伟大的智慧 你在天上 立定宝座 你的权柄 统管万有 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主宰 一切都是你掌握之中 而我们在一切的事物中 能够看到你的主权 和你对这个世界的爱和关怀 全能的天父 现今的世界是 多么如此的混乱 战争不断 我们看到世界上那些不认识神的 愚昧的独裁者领袖 对人类所造成的苦难和伤害 导致到战争念念 带来无数的伤亡 难民四处逃散 流离失所 我们维持痛心疾首 我们必须要承认世人的罪 愚求我们人类比之间的伤害 导致这个世界变得不像神尾当初所设计的 好像伊甸圆那样 求主用你的公义 怜悯 慈爱 来拯救那些在苦难中的人 因为你踏救那些窮佛呼求的 也都联敏那些贫寒 无人帮助的 求你联敏那些受逼迫 受伤害的人 使他们能够得到解救和安慰 求你解算公义的领袖 好使他们能够引导国家和人民 行在公正和和平的道路上 使他们能够行公义 暴联敏 而最重要的就是 全谦逼的心 与神同行 圆荣光归天赋 求主随便我们的祷告 安顾 这些正在中西部夏令会的讲员 和他们的参与者 求你的良光照耀他们心中的眼睛 使他们知道你的呼召是多么有指望 令他们借着这次夏令会的参与 得到宿尼的更新 和封锡的福分 求你起始给他们的智慧和灵感 让牧师讲完的言语成为你真理的管道 使你参加夏令会的特殷姐妹朋友 在灵性上掌证 书假已经开始了 我们为那些即将出行 或者已经在旅途中的特殷姐妹祈祷 求主保守他们的旅途 用你的恩典和切爱 爱护他们的每一步 求你治下平安和保护 使他们能够感受到你的临在 求主在他们的旅程之中 给他们神圣的交流 和美好的回忆 愿他们和亲人间和朋友之间 能够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彼此关怀互相帮助 愿他们的旅途充满喜乐和祝福 亦都成为他们生命中 一个宝贵的回忆 感谢神在过一个礼拜 持续的看顾和保守我们 求主致福给成宗的特殷姐妹 使得我们的身体健康 今天未能够出席宋拜的 顶姐妹求主分别和他们同在 求主今天应该包特殷的口 能够讲出从神以来智慧的信息 今天的聚会就交到在神的手中 求主引导带领 愿讲者和听者都能够同感一令 多所受益满载以归 以下就让我们一起用主都民 继续我们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的勇的饮食 今天至今我们 面我们的债 愿同我们面有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 救我 因为各道 全定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接着我们是啟应 今天的啟应经文是主言完美 我读解的部分 请母众一提 一起去认的部分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与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与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与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传道永远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 传言公义 都未经许可恨 且却未经许可恨 且却未经许可恨 却未经许可恨 却未经许可恨 且却未经许可恨 却未经许可恨 少年人用什么 结证他的行为呢 是要进行你的话 我一生存在你 想要我一生存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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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你从我听的 那是你怀怀 却未经许可恨 在你一生存在你 想要我一生存在你 想要我一生存在你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 那住在我闻里你的生命 牢牢地守着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读摘 诗人归正 教导人可恨 都是有益的 有所存在的人 都以为我一生存在你 以为我能够再生存在你 接着我们继续唱诗 生命圣诗279首 昨日今日耶稣不改变 我们一起唱诗 就这个今夜 耶稣不改变 我当日有美和修世 一世信 祝我一等一切 都遥远耶稣不歸遍 祝我已清早追人意志中策定 我无为相生平息风暖 你习惯主义 祝我已清早追人意志中策定 耶稣不歸遍 祝我已清早追人意志中策定 过了得又挂回 祝我已清早追人意志中策定 我会拍数三 Psal明 祝我ua息 祝我就不合我 祝我吏 忍你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吟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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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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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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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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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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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耶稣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 人类的确是处在一种上天无路的困境 因为人的罪成为神和人之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因为人的罪成为了人和神之间不可逾越的一种障碍 我们今天所读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火的道路 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开通了一条有新又活的路 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主耶稣面前 我们不单能够和神与神和好 而且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而且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得到神赐给我们的诸般属灵的福气 求神带领我们 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 也领受重神而来的信息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着你的大爱 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祂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 担当我们的罪孽 洗清了我们的不义 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火的道路 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会的道路 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 使得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 得连续蒙恩惠 得连述蒙恩惠 得到你随时的帮助 得到你随时的帮助 请求你透过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 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造就 让我们行事为人得蒙你的喜悦 使得我们行事为人得蒙你的喜悦 在这个世上过一个荣神毅人的生活 在这个世上过一个永神毅人的生活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透过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今天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十章 今天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十章 十九节到二十四节 十九到二十四节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讨论神的话语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讨论神的话语 第一点 耶稣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第一点就是耶稣为我们开通了一条 有新又活的道路 使我们可以坦然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使我们可以坦然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第二点 圣经要我们坚守我们的指望 第二点就是圣经要我们坚守我们的志望 因为我们的神祂是信实的 因为我们的神祂是信实的 第三点 圣经要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 第三点就是 圣经要我们活出神所给我们的生命 能够在基督里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能够在基督里面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首先在第十九二十节 首先在十九二十节 圣经对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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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但因为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实际着祂给我们 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曼子经过 是借着祂吸我门开了一条 有新有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祂的身体 这曼子就是祂的身体 这里有一个会幕的平面图 这里有一个会幕的平面图 最外面的一层叫做外院 最外面的一层叫做外院 在外院里面有洗浊盆 在那里有洗浊盆 还有铜祭坛 也都是铜祭坛 在里面一点是圣所 入一些是圣所 圣所里面有金香坛 圣所里面有金香坛 陈色柄的桌子 陈切柄的桌子 还有金灯台 还有金灯台 最里面是至圣所 最里面的就是至圣所 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会 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会 也叫做诗人座 也叫诗人座 下面给出一个三维的 这样的会幕的一个图片 我们看到在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 有一个约子 据说这个约是一个很厚的约子 不像我们平时用的那种窗帘 这个约子就代表了人和神之间存在的阻隔 这个约子就是成为了人和神之间的阻隔 因为人的罪 因为人的罪 神和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阻隔 因为罪的缘故 人和神之间就有了这个阻隔 每年只有一次 每年只有一次 本年的大祭司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面 然后大祭司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面 他把祭物的血洒在这个诗人座上面 他把祭物的血洒在这个私人座上面 普通人包括普通的祭司都是不可以进入至圣所的 普通人包括普通的祭司都不能够进入至圣所的 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七章 圣经告诉我们 就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 圣经里面的这个曼子呢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这个自认所的曼子呢 就是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当然这个圣殿和在旷野里面的会幕 是有一些不同的 圣殿的规模更大 结构上也更复杂一些 结构上也更复杂 但是最中心的部分 但是最中心的部分呢 从结构上是完全一样的 从结构来看是完全一样的 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 仍然是有一个厚厚的曼子 这个曼子在耶稣断气的时候 从上到下列成了两半 这个曼子在耶稣断气的时候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同时也是在那一刻 同时在那个时间 地发生了大的震动 就发生了大地震 磐石发生了崩裂 圣经说遍地都黑暗了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 是一个真正惊天动地的时刻 是一个真正惊天动地的时刻 因为神的儿子 因为神的儿子 上帝的羔羊 上帝的羔羊 为了除去世人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付上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代价 经历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痛苦 很多的时候我们只会想到耶稣 祂在十字架上肉身所经历的痛苦 那时候我们只是想到耶稣基督 在肉身上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 还有祂在精神上所经历的痛苦 但是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 但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远远是不止那么少 有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一个永恒 有人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永恒的 因为祂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每一个人 以及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念 因为祂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每一个人 以至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罪念 祂承受了我们每一个人 本当在永恒当中承受的痛苦 祂承担当了我们每一个人 本应在每一个人当中所承受的痛苦 所以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 祂所作的牺牲 祂所作的牺牲 我们今天可以坦然进入自圣所 能够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是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祂的身体 这个曼子就是祂的身体 所以从本质上所列开的是主耶稣的身体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 因为他列开的是主耶稣的身体 在第二十一节 在二十一节 圣经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圣经说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这位大祭司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这位大祭司所说的当然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 祭司他的职份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 意思的职份就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前 是透过献祭把人带到神面前 是透过献祭将人带到上帝面前 然而先知的职份是 就是把神的话语带给神的子民 但是先知的职份就是将神的话语带给他的子民 他们是起一个传递神话语这样的一个作用 他们是有一个是将上帝的话语传给子民的一个作用 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 以色列人经常犯罪 因为我知道在旧约以色列人是经常犯罪 经常被逆死 经常被逆死 所以先知所传递的信息 常常是惩罚性的 是责备性的 所以一般来说 祭司是受人欢迎的 而先知常常受到迫害 所以主耶稣他不单给我们开出了一条通向天国的道路 让我们有可能来到上帝面前 并且他为我们做祭司 并且他为我们做了祭司 是以最高的等次 是以最高的等次 他已经升入高天做我们尊荣的大祭司 他已经升入高天作为我们尊荣的大祭司 他亲自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亲自带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圣经还让我们看到耶稣做祭司 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 圣经以后我们看到耶稣做祭司 不只是亚伦的等次 亚伦的等次 我们知道亚伦是立位之派的 我们知道亚伦是立位之派的 他自己和他的后裔呢 都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祭司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他做祭司 是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做祭司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作为祭司 是依照麦基喜德的等次 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 圣经几乎用了整章的篇幅来讲论麦基喜德 圣经几乎用了整章的经节来说麦基喜德 圣经说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亦都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长远做祭司的 本是长远做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沙拜诸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给他祝福 并且从亚伯拉罕那里收取了十分之一 圣经特别强调 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 这是博不到的理由 从来位分大的祝福 位分小的 这是没办法反驳的 所以麦基喜德 他作为祭司 他的位分不单是大于亚伦 在这里 麦基喜德作为祭司 他的位分不单是大于亚伦 而且是大过犹太人的祖先杨拉罕 而且是大过犹太人的祖先阿伯拉罕 圣经还进一步地告诉我们 圣经又进一步地告诉我们 耶稣做祭司是启示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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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做祭司是启示的 耶稣做祭司是启示的 犹太人其他的祭司都是没有经过启示的 犹太人其他祭司是没有经过启示的 因为利他的对他说 因为利他的对他说 主起了事绝不后悔 主起了事绝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 你是永远为祭司 既是启示利的 既然是起誓立的 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也就是做了新约的中保 也就是做了新约的中保 因为耶稣就是永远长存的 因为耶稣是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他祭司的职份就是永远不更换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凡借着他进入神里面的 他都能拯救到底 他都能够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代求 耶稣基督在天上 耶稣基督在天上 为我们代求 第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在成心 就当存在成心 和充足的信心 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耶稣基督用祂的宝血洁净了我们 耶稣基督用祂的宝血洁净了我们 除去我们天良的亏欠 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能够使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 称永生的神为阿爸阿父 称永生的神为阿爸阿父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要有诚心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必须要有诚心 而不是带着一个虚假敷衍的心 而不是带着那种虚假敷衍的心 上帝要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拜祂 所以我们主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所以我们主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就像今天一样 或者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无论是在家里面个人的祷告 或者是在家里面个人的祷告 或者是我们来到一起祷告 或者是我们来到这里一起祷告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种诚心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诚心呢 或者只是作为一种习惯 或者是作为一种习惯 作为一种必行公事 作为一种例行公事 福音了事呢 福音了事呢 我想我们自己知道 我想我们自己会知道 上帝也知道 上帝也会知道 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 行查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要去审查我们自己 同时圣经还告诉我们 同时圣经还告诉我们 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要有充足的信心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我们真是凭着信心 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 进入至圣所 来到祂的诗恩宝座面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求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透过前面的这几节经文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三件事情 第一 祂为我们开通了来到神面前的道路 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 使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 第二点 祂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祂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 带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带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并且在高天之上为我们祈求 第三点 祂用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 洁净了我们每个人 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 接下来 在第二十三节 圣经要我们坚守我们的指望 圣经要坚守我们的指望 这节经文说 这节经文说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知动摇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我们常说 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有三件事情 我们实际说 我们从神那里会得到三件事 有信 有望 有爱 有信 有望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盼望里面包含了我们在永恒当中的基业 这个盼望就是包含了我们在永恒当中的基业 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三第十节说 第三十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 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 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可以得着不能扭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所以我们的指望指的是什么呢 其中就包括基业 其中就包括基业 是不能朽坏 是不能扭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不能衰残 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所以有一个牧师曾经说过 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指的是 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所指的是 信徒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的各种属灵的恩典与福乐 以至我们在神国中与神永远同在 所享受的各种荣耀和权利 所享受的各种荣耀和权利 所以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仅仅是得永生 所以我们所承受的志望是得永生 仅仅是无忧无虑地 在一个很好的地方一直活下去 在一个无一无虑很好的地方活下去 而是远远超过这些 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牢牢地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之所以能够牢牢地抓住神的应许 不知动摇 不知动摇 是因为那应许我们的神 就是因为那个应许我们的神 祂是信实的 是守约诗慈爱的神 在诗篇89篇 第33节到34节 在诗篇89篇33、34节 上帝对祂的子民说 我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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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 我必不背弃我的药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 最后在第二十四节 圣经要我们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勉励行善 也就是要我们活出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 要我们在基督里成圣 上帝给我们的新生命有一个本质的特征 就是上帝的圣爱 就是上帝的圣爱 神圣的爱 基督的爱 也就是所说的阿加皮 也就是所说的阿加皮的爱 因此圣经要我们彼此相爱 圣经要我们彼此相爱 在耶稳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尤恩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我们要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了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 就得以完全了 所以我们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只要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爱 才能彼此相爱 才能彼此相爱 圣经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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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从清洁的心 从清洁的心 无亏的良心 无亏的良心 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 而这三样都来自于神 而且这三样都是来自神的 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神首先洁净了我们的心 神首先洁净了我们的心 除去了我们天良的亏欠 给了我们一个无为的信心 给了我们一个无依的信心 然而爱心是可以 在我们彼此相顾的过程当中被激发出来的 但爱心是在我们彼此激发 当时是彼此相爱的时候激发出来的 这里并不说这个过程本身会产生爱 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给我们的新生命 而是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新生命 在这个生命当中有基督的爱在里面 在这个生命当中有基督的爱在里面 在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过程当中 这个爱会被激发出来 同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所行出来的善行 也是出自我们属灵的新生命 而不是靠着我们老旧的生命努力行出来的 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 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 上帝让我们看到 上帝让我们看到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 圣经要我们坚守我们的指望 神给我们的盼望 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第三点 圣经要我们活出我们里面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愿神带领保守我们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三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赐下何等大的恩典 耶稣基督是我们得以来到你面前的唯一途径 耶稣基督得以成为我们去到你这里唯一的途径 他也告诉我们 他也都告诉我们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我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又不借着我每人能到父那里去 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 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并且在高天之上时刻为我们代求 并且在高天之上时刻为我们代求 赐的天父 赐的天父 你是守约时慈爱的神 你是守约时慈爱的神 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盼望 也求你再次将你的爱交灌在我们心里 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让我们能够把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活出来 为你在世人面前做出美好的见证 让世人都归向你 让世人都归向你 领受你的恩典 使你的名得荣耀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跟着我们唱回应的诗歌 祈求奉主耶稣我爱你 请大家 祈求奉主耶稣我爱你 祈求奉主耶稣我爱你 圣旨我送你 塞上最终一路 为你远远远远 而你是我道主 圣旨我之差 愿我常爱耶稣 你真更亲爱 去耶稣我爱你 愿你先爱我 每天设计大乡 为首我追光 你改天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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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的天空 太露 無盡地 太光 靈靈 美地 明月 天白年 遠足等來光 若果 凶月 無盡地 祝你 千光輕 勇給其父 好 請一樂 我們一起唱三一鐘 請請我們一起唱三一鐘 聖明港產巨人 天上萬元重產巨人 讚美幸福 聖之聖明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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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下來 我請報答應為你祝福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愛 與聖靈的感動和交通 常與我們眾弟兄姊妹同在 直到永永遠遠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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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我们欢迎和报告时间 首先欢迎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或者很久没有来的弟兄姊妹 请问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或是还准备来的弟兄姊妹呢 欢迎你 欢迎大家去参加这个崇拜 欢迎大家今天参加崇拜 下面有几项报告 今天我们为中西部下令会祷告 求神赐智慧给讲员 有健康的身体和能力 预备信息能够传扬主的旨意 预备信息传扬神的旨意 也要求神带领参加的弟兄姊妹 同时求神带领参加的弟兄姊妹 来回的路程平安 来回的路程平安 求圣灵预备预备大家的心 谦卑受益 也要求主保守各项的节目 与儿童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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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为弟兄姊妹愿意侍奉的心 讨告 也为弟兄姊妹愿意侍奉的心 祷告 为音乐小组 为音乐小组 总务音响控制 总务音响控制 摄影摄录员等等 誓言议员等等 我们为他们祈祷 下个星期天有圣餐的主日 让我们预备伸心 回来领这个饼和麦杯 让我们预备伸心 连接这个饼和杯 今天的崇拜祭会 就到这里 辟充 今天的崇拜祭会 在这儿结束 请大家默斗之后三会 请大家默斗之后三会